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地实施 综合专家的研判和分析 我们已经明确了下一步防控的工作 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巩固清零攻坚十大行动成果阶段 从现在开始到5月21号 重点是降新增防反弹 持续减少封控区管控区人数 防范区有序放开 有限流动 有效管控 全市保持低水平社会活动 第二阶段 向常态化防控转换阶段 5月22号到5月31号 单日新增感染指数进一步减少 不断缩小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直到解封 加快疫情防控 向常态化 分级分类管理转变 第三阶段 全面恢复前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阶段 6月1号到6月中下旬 在严格防范疫情反弹 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全面实施疫情防控 常态化管理 全面恢复前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草孩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